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更新视频了 是因为我最近得了重感冒 嗯,就是一直是咳嗽,打喷嚏,流鼻涕不断 基本上都是属于躺着养病的状态 然后现在基本上是好了 但是就是嗓子声音你们听到了 就是还是有一些沙哑 今天已经是二月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赶紧给大家把一月份的空瓶记给拍了 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及时的看到 嗯,我也可以把我这些东西赶紧处理掉 然后在二月份的空瓶 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我是喝完了一袋的这个基诺的榛果咖啡 也是就是好多博主都种草的 但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糖分特别高 就是咖啡味基本上已经给盖没了 就是有一点点咖啡味 而且也没有什么咖啡因的效果 嗯,我是一个咖啡因特别敏感的人 我如果下午喝咖啡 我晚上都可能睡不着 但是我喝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影响 睡超香的 就是最奇怪的就是很多人 就是喜欢这个咖啡 然后还要到买货网上去代购 有十几美金一袋 真的是太贵太贵了 这个其实在就是Local的中国超市 也就卖六七块一袋吧 就是一半的价钱 就是喜欢喝咖啡的妹子们 还是应该就是追求一些 就是高品质的咖啡 这个就是不推荐 就是以后不会回购了 太甜了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特别爱吃的巧克力 嗯,就是这两款 这个是应该是日本的 叫明智吗 这个牌子的这个生巧 这两款是冬季限定款 我非常非常爱吃 然后它一个加薪应该是 一个加薪是草莓味的 然后呢一个加薪是蓝莓味的 这是我最爱吃最爱吃两个味道 我记得它也有就是白色和绿色的 就白色就是原味的 然后绿色是抹茶味的 但我觉得那两个都不好吃 然后这两个真的是超级超级好吃 呃,它就是你入嘴的时候 它就直接就觉得 那个巧克力在你嘴里化掉了 这个东西我记得是 大概一盒是三块多 在local的中国超市应该是有的 然后我在看yamibun也有 卖价格差不多 没有说就说差的特别多 在网上或者是在店里 然后这两个就是说 它打开以后 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然后里面就是散着一个个的零零散散的 放了几颗 我忘记一个多少个了 反正就是这两盒就是都是被我吃空的 就是空空的 因为太好吃太好吃太好吃了 如果你们能买到的话 一定要去买尝尝这两个味道 另外两个我空评的是就是日本的这个红帽子的 这个系列的饼干 我一直是知道这个饼干特别有名 但一开始我没有在我们附近的中国超市看到 就戴这个红帽子标的 然后我一开始看到的是这个 就是它也有红帽子的标 然后它是这种以薄饼的形式呈现的 里面分四个格子 就是四种味道 我现在还剩一个 就是这样的 分四种味道 然后就觉得这个饼吧 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特别薄 特别不耐吃 就是一吃就是咣咣咣咣咣咣 就一盒就很快就吃完了 而且我没有觉得就是说那么那么的好吃 就那么那么的不可替代 这个我记得中国超市是七块多一盒 就也不便宜 后来我终于看到有这个卖经典的这个红帽子的了 然后它有很多系列 就有橙帽子 我这是紫帽子 还有更小一点的蓝帽子 这个东西 跟你说太好吃太好吃了 就它里面并不一定是巧克力 它是这样的格子 然后里面装满了就是 它的各种的点心 应该说是点心吧 就是也有什么曲奇饼 也有蛋卷 也有杏仁饼 也有巧克力 就是它是混合的一个装 我会在这里放一张图片 然后告诉大家 就是我刚打开的时候里面是什么样子 这盒我吃超快的 就是每一个每一个都特别特别的好吃 但它这个盒其实很少 这盒我记得在中国超市也是七块多 在央衣扮上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我们这边的中国超市不是老友 然后我在就是曼哈顿的中国超市也看了一下 货会比我在这边就是的货要全一点 而且我还看到他们那个Mega Box 就是要卖30多美金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盒子 然后里面装的全都是红帽子吃的 就是特别特别想买 但是就当时本着尝试着心里 就只买了这个紫色的帽子 大概是七个美金多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虽然都是红帽子的产品 但是口感就是差的挺多的 就这个东西就不知道是哪来的 就是特别混事 虽然也是红帽子出的 但是这个不值得买 同样是七块钱 就是说这种就是包装的 铁盒包装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是推荐大家就能去尝试一下 吃的就说到这里 我们现在来看我真真正正 就是被我空瓶掉的护肤品和彩妆品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 隐形眼镜的护理液 这是在Costco买的 所以非常便宜 我忘记了 就两个才十几块钱吧 两个装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吧 但是就是说 如果大家就是买Optiframe这个牌子的话 我其实更推荐那个 Moisturizing版本的 而不是这个普通版的 我觉得这个用完了之后 隐形眼镜会容易让你就是眼干 但是就是Moisturizing版本的会更好 这个是我用完的 就是最后一瓶之后我换成的 就是那个Moisturizing版本的 所以跟大家说 就是说如果要买Optiframe的话 可以去Costco买 因为很便宜 然后尽量买那个Moisturizing版本的 不要买这个普通版的 然后呢我用完了一个这个洗脸刷的刷头 Claric Sonics的这个Acne的刷头 这是我最后一个Acne刷头 就是我之后应该不会回购Acne的刷头 因为我觉得它不够软 我现在舍团有的是粉色的那款 Brightening的 然后那款就非常非常的软 我囤了几个 也是前段时间Sephora黑五的时候 它有卖那个套装 然后我囤了几个 所以我应该就是会一直用那个吧 其实Cashmere的也不错 但是相对价钱比较贵 而且折扣就是没有这么大 但我觉得Brightening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所以这个是我用完的 然后以后就应该不会再出现绿色的这个刷头了 然后我这个月呢 用完了三个Belief的护肤的产品的中样 这个是在我套装里面有的 然后这两个是我拿Sephora的积分换购的 然后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呢就是这个非常火的这个Belief的这个滋润面霜 应该是叫的True Creve Moisturizing Bump 补水滋润补水面霜 我觉得它补水效果还可以吧 但对于我油皮来说 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太滋润太油了 但它其实后续吸收的效果还不错 只是我不太喜欢 就是它黏黏乎乎的感觉 所以就是把它用完了 我就不会回购了 然后剩下一个是它同系列的 但是它是那个Hungarian Water Essence 应该是什么匈牙利补水精华 这块也特别火 我当时用的时候 我觉得这款非常非常的清爽 但是觉得冬天呢 就是补水的效果又不太够 虽然我是油皮 我喜欢清爽的 但我觉得冬天精华类的 我还是喜欢稍微稍微浓一点的 就是说要不然就是很快就没有了 这个我觉得吸收力特别特别快 就我感觉我涂在脸上 它就很快很快的就被吸收了 然后极为极为清爽 但我觉得保湿力还不够 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Serum 它是一个Essence 就如果大家不知道Serum和Essence的区别的话 我在这稍微科普一下 Serum相当于就是比较浓稠的精华 然后呢 Essence其实是这个产品 是相当于介于toner和Serum之间的一个东西 就它没有Serum那么浓稠 但是呢又要比toner要浓稠一点的一个产物 就一个中间产物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冬天其实用Essence的话 会稍微就是too light了一点 所以我其实更推荐就是说 油皮的人可以就是说夏天用这个 然后我用完了另外一个belief的是 因为买那个Essence的套装 然后送了一个眼霜 这个眼霜我觉得就是味道还可以吧 但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稠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用就是说特别稠的眼霜的人 我宁愿就是说我一个特别watery的眼霜 然后我之前在补一个就是眼部精华 我也不愿意用一个特别creamy的一个眼霜 我觉得就对我的眼睛就是负担特别重 而且不舒服 所以就是说这个还可以吧 用完了应该就不会回购了 我觉得冬天我都会显它creamy 就是不要想夏天的事情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用空瓶的是一个 Richos的这个樱花沐浴胶 这个是一个赠品 是我买他们家的bodycream 然后赠的一个旅行装 Richos是一个德国的牌子 然后但是它提倡的就是说 里面都是一些就是东方天然的材质什么的 我这款呢就是说什么 organic rice milk 就是米汤和樱花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材料 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味道 就是它有一股特别就是refresh的樱花的味道 但是它的用法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是大家打开之后 你们看到就是有这样一个开头 一般的就是沐浴的产品 不都是你要挤这个头吗 但是它反而是要挤后面这个 然后它这个沐浴胶挤出来 一开始是一种就是褶力状的 但是它遇到空气之后 它会变成这个泡沫状的 就是非常非常神奇 我不知道它是因为什么 这瓶就是用了超快超快的 然后据说这瓶还要卖个什么七八块美金 我觉得也真挺贵的 我觉得就是说我应该是不会再回购这个了 用完这瓶就好了 护肤品就说到这儿 然后我再给大家分享几件就是说我用空瓶了的彩妆品 首先是一个就是旅行的中央是那个benefit的毛孔精英 也不是我头一次用了 所以就是说效果我其实是很清楚的 它是能就稍微盖一些毛孔 但是就是它完全完全没有控油的作用 所以就说如果我确定我就这一天要出去很久的话 我是不会用它的 因为它会让我的脸上看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油光水亮 我其实是不建议油皮买这个东西的 但是因为我有很多赠品 然后现在又是冬天 我觉得是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机会去用它吧 我不想浪费 所以我就把它用掉了 但是油皮的人我觉得你真的是要慎重 就是你在遮毛孔的同时 就是也会让你的油光更明显 所以这个是雷不要踩 另外我用完了一个 兰蔻的睫毛膏底膏 就是它是白白的这种膏体 因为它是一个旅行的中样 所以就是很快就用完了 然后我是回购了这个产品的正装 然后现在正在用正装 就是还蛮好用的 就是它能相当于就是那种白色的纤维 我觉得跟其他的底膏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可以买 然后带眼 不一定非要买这个牌子 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option 然后接下来呢 是我用完了一个那个blink的这个mascara 我一般只会用它涂下睫毛 它这个formular其实涂上睫毛 并不会让你的睫毛 就是变得特别特别鲜长 它的效果就真的只能涂下睫毛 因为它是就是防水能力比较好 所以你涂下睫毛的话不容易 下睫毛不容易就是晕开 所以我一直拿它涂下睫毛 我扔到它的原因并不是我用完了 是因为就是我把这个盖弄坏了 我一旦打开它所有的墨汁就会往外喷 就是它这个头那断掉了 所以我每次就是拧的时候 它都会剩一个空管出来 然后就一堆膏体 就根本就没办法控制了 所以我不得已把它扔掉 话说回来就我记得我上一支这个 也是因为它那个头断掉了 我现在都不敢把它打开 因为就我上次打开它就喷得倒住都是 然后喷到我衣服上 超级可怕 所以我觉得这个Blink这个厂家 能不能把你这个包装设计的稍微结实一点 然后最后一个是被我丢弃的一个 就安娜苏的一个削眼线的转笔刀 就它已经被我弄得就是分崩离析了 而它的那个刀片 因为我只用这一个 就这个小的 小的这个孔子 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这个大的孔子 所以我就在一直紧紧它的一个拥 然后它的这个刀头已经被我弄得非常顿了 然后我削出来的眼线笔 因为用它削都是那种 就是一节一节的 卡纹的 所以我觉得就对我的眼线笔太不好了 所以我就把它扔掉了 换了一个新的 这就是我一月份的空瓶季 真是因为喉咙不舒服 然后咳嗽的比较厉害 就是不能给大家说 时间特别特别长 但是如果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会以文字的方式给大家回复的 就是这样 拜拜